这只大象竟然成精了 它居然用鼻子代替自己的双手 正在一笔一画地画出自己的模样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但是从大象此刻已经平稳地画出柔美的线条来看 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发生 如果朋友们也相信它真能把自己画出来的话 记得提前别人一步在评论区打上相信 就在这时候大象发现画笔没没了 随机它把手中的画笔递给了旁边的助理 大家此刻肯定怀疑是男子故弄玄虚 但是接下来会改变你的认知 当大象拿到画笔后 它沿着之前笔画的边缘轻轻地往下拉 然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它画出来的线条曲折优美 而且嘴巴的模样也慢慢显露了出来 甚至它用画笔一拉到底 直接一个简单的大象轮廓暴露了出来 这可把大象累得不轻 趁住手给它沾墨水之际 它还不忘记舒展一下自己的鼻子 但是说实话我也非常地怀疑这只大象 它接下来真能把自己的模样画得有模有样吗 带着满脸的好奇心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刻它的大腿也在轻描淡写中慢慢展现了出来 而且大象还知道哪些位置需要加色加深 所以需要颜色加重的位置 它就会用鼻子稍加用力地画出来 转眼间四条腿此刻已经勾画完笔 看起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就连我都有点自愧不如了 没想到这次助理给大象递来画笔后 它此刻好像有点不知画哪里了 然而思考在三后 它直接用画笔在它的四条腿上连接了一笔 这下看起来更加地有层次感 不得不说这只大象太有才了 如果画画有段位的话 猜想一下它会排在什么级别呢 接下来就到了大象的神来之笔 只见它把其他的轮廓都勾画完成后 这次直接给自己的眼睛点上了一笔 果然有了活灵活现的感觉 而且大象接下来的作画过程越来越娴熟 慢慢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速度下 它的鼻子已经叼起来一根树枝 然而下一秒 它画的竟然是三颗玫瑰花 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集结了这么多大象 原来这里是大象的培训基地 之所以大象会画出如此简单优美的画像 也离不开它们聪明的头脑 甚至它们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了出来 最后大象终于把自己的作品绘画完成 而且它还撒娇地告诉我们 让我非要给它的才能点个赞再走